好,在上节课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Body中的H标签过后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Body中的段落语义 那么段落语义呢,在我们的HTML手册中呢 我们会看到H标签的后面就是一个P标签 P标签呢,代表的意义就是我们所说的段落 那么就相当于文章中的每一段的内容 是这样一个意义 那么P标签我们主要用在什么样子 或它的一个感性的理解是什么样呢 好了,我们下面呢,来看到我们的一个网页 Body中呢,一般来说都是很多新闻的一个具体点 那么比如我们现在随便打开一个新闻 我们就会发现新闻中呢,一般来说就是一篇很完整的一篇文章 对吧,那么这篇文章中呢,肯定会有很多很多的什么段落来组成的 那怎么来看到呢,比如说你看啊 我们在这个文章中,我们随便选择一段文字 这可能是很长的一段文字,感觉是 然后我们在它的空白的地方 就是它的语言的空白地方 点击右键,点击右键 然后呢,选择检查 检查 好,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 你看这个时候它是不是就会看到我们这段文字 这段文字,当我把这个鼠标指到这个部分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把整段文字都包裹起来了,对不对 好,而且这个地方是什么呢?什么来包裹呢? 是P标签来包裹的,看没有 而且我们把P标签展开一下 你看,是不是就是我们里面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么一长串的内容 最终来说,怎么来把它当做一个整体呢? 好了,我们就认为是一种什么? 是一种P标签的概念 一样的,我们在这个地方点击检查 好,你看这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段落 你看这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段落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地方有三个段落 你看一个段落 两个段落,三个段落,对不对? 也就是我们把一个很具备一定意义的一段文字 然后用一个什么?P标签包裹起来 然后形成一种什么?段落的语意 那么段落语意在我们的系统中 我们怎么去来再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比如你看我们现在用这样一个现象 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比如说这是我是一个文本,对吧? 好,我们把这个文字复制一下 好,这是我是文本 你看复制很多个,对不对?很多个 然后我下面把再来一个我是一个段落 好,我是一个段落 好,然后接下来 那么这个我是一个段落 我们现在也是一样 我把它用我们的一个P标签包裹起来 好,那么我们用一个P标签把它包裹起来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一段再复制 多复制几个 比如说我现在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 我就把它在一行中复制 好,一行中复制 你看,我就相当于我写了1 我写个2 我写了一个3 我也写个4 好,那么也就是说 其实我们会感觉好像我是段落1,段落2,段落3 应该是一行的,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重新的刷新下我们这个页面 刷新下我们这个页面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大家看 我是一个普通文本本身是写在一行的 但是因为没有P标签的一个什么包裹 所以说它本身显示的确实是一行,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把一段文字 用P标签包裹起来过后 它实际上默认来说是不是就是独占一行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如果说这个文字更长 比如说比我们这一屏幕还要长过后 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好,一样的 我们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 我们把这段文字 我们再给它复制一下 多复制一些 好 好,多复制一些 好,但是你会发现 随着我们复制的变化越来越快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我们的文章怎么的 你看是变,从横向进行展开了 对不对 那对于我们有些时候看一个什么 编写一个文档的时候会不是很方便 对不对 我们希望在这一个屏幕上全部把我们内容能看到 对不对 怎么办呢 好,那下面告诉大家一个小方法 在我们的就是行号 行号的这边点鼠标的右键 然后大家看底下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叫做软换行 对于所有文件和对于当前文件 那如果说你想对于我们所有文件都默认使用什么 软换行 什么叫软换行呢 我们来点一下 咱们看一下这个效果 一点 好,大家看什么概念 就是说当它发现一行显示不完的时候 它会显示成两行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属于19行的 对不对 那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这个在以后我们在做CSS排版的时候 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的网页中 HTML中 如果多加一个空格和少加一个空格 或多加一个回车和少加一个回车 我们在后面会看到它的效果会不一样 也说文字和文字之间 本身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什么 挨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回了一个车 其实这个地方会多了一个什么符号 多一个符号 那么在显示上 它可能就多了一些什么 一些元素 然后会影响到我们最后的什么布局 所以说有些时候 我们什么时候该回车 什么时候不该回车 是有一个严格的要求的 像段落中 那么一个段落其实是没有必要回车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了只是为了显示好看 所以增加了一个什么 软换航 软换航 那下面你看我们现在再复制一下 再复制一下 咱们复制多一点 好 好 这是我们的什么一段文字 好 下面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 好 刷新 你看 那是不是你看它会自动换航 什么叫自动换航呢 你看当我把浏览器往这边移动的时候 大家看 你看是不是这段文字 它会自动的往下落 对不对 自动往下落 所以说这是一种段落的概念 而但有些文字 以后我们会看到 有些可能性我们会发现 随着浏览器往这边移动的时候 底下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水平栏 水平的一个控制条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网页是什么 要求左右进行什么 滑动的 这种就显得网页显得什么 不是很专业 那以后我们再学到CSS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那这是P标签 那下面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BR标签和HR标签 这两个标签相对来说 就是比较简单 BR我们称之为什么 称为换航 那么这种换航 是相当于是这种什么 直接从显示上就给你加了一行 加了一行的概念 什么意思呢 你看当我们 比如说在这个段落中 段落中 我希望在这个段落和这个段落里面 可能有一段文字 想再换一行 什么例子呢 你看我们给大家举个例子 你看比如说拿腾讯网的首页中 我们看到最后 你看最后中 这是不是有一串文字 对不对 然后这是不是也有串文字 对不对 那么我们能不能感觉到 好像是 你看正常来说 这每一行文字 可能都是一个段 你看这一块 是不是都算是一个信息点 对不对 但是我们在版权所有的后面是不是应该是换行 对吧 换了空一行 然后空一行上面来放深圳举报中心 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怎么做到的呢 比如在一行文字中 我们偏偏希望在这一行中只显示这些内容 在下一行中再显示另外的内容 对不对 那怎么做呢 我们这个时候再加上一个什么 BR选项性 那记住你怎么敲呢 你当然你可以这么敲 还是用这样敲BR对吧 然后你也可以敲BR然后回车 就叫table键 table键 然后这样的话也会 系统会自动给你补齐 如果说你觉得记不住 你就还是写BR 然后加一下 那它也会帮你自动来做 而BR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单标签 所以它不是一个双标签 所以中间你不需要加任何内容 因为BR就代表了一个什么换行 好 为了看得清楚 我在这个地方改一下 把比如说这张改成段落2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们刷新一下 好 你看 就是说你看段落2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下子就换行了 对不对 那有些同学可能也要想 他说老师这个换行 跟我们批标签的换行 好像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不对 那大家我们来 还是在我们这个页面中 我们点右键来检查 你看一下 好 我们把这往上移点 你看这个批标签中 这个内容是不是很多 对不对 你看当我选中批的时候 是不是整个 我这个鼠标移上去 大家看是不是整个都标记颜色了 是不是这是刚好一段 对不对 然后下一段 你看是不是又是标记颜色 但是说说一个段 一个意义的文章中 如果我想中间换一行 那么是不是我中间加一个BR 而这个中间中大家看到 是不是有一个像土黄色的一个背景 那个是什么 那个就是段落和段落之间的一个什么 一个间距 所以说这个是我们在后面布局的时候会用得到 所以我们说你不要把什么 不要把我们的批标签和BR标签搞混了 批标签它是一种什么 一根语意段落 就一段意 而BR是可以放到什么 放到我们段落中进行什么 进行换行 就换到另外一行去显示 但是它还属于这个段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我们想换行的时候就加一个BR 而是应该什么呢 确实是一句话 一行文字 一段文字写完了 我们应该把这段文字放到一个批标签里头 然后下面再放一个批标签里头 而不是说文字和文字之间通过BR来达到一个换行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在很多初学者的时候 经常会犯这样一个错误 就是比如说它不用批标签 比如说它不用批标签 那么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它是这么做到的 它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干什么 它加上一个什么 加上一个BR 这个地方要注意 这个地方加一个空格 好 那么它是这样来做的 它比如说 它说我不想空两行吗 对不对 好 我就这么的 我就复制两行 然后我把这个地方重新的删掉 然后你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效果 好 刷新 你看 好像感觉是一样的 对不对 但是这种写法过后 你会发现在后期 我们在做什么 做布局的时候 或者做样式修改的时候 你就很难做到了 所以说大家千万要注意 在BR这个部分不是为了什么 不是为了做成我们段落那种换行 它只是为了段落内部的换行 而我们批标签才是真正的什么 一段文字一段文字 就每个段文字之间 是不是都有一个间隙 对不对 所以只要我们看到一个一定的语意 一定要用什么 用批标签把包裹起来 而不是说用BR给它制造出一种什么 换行的这种错觉 好 那么这个是我们来看 顺便也来看一下 看一下腾讯网中的 你看比如说我们点到这个地方 然后还是选择检查 检查你可以看到 好 你看这个地方 在最下面你看 我们往上看 你看版权所有 看到版权所有的 下面是不是有个BR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深圳的举标中心 对吧 好 假设说我现在不要它了 对不对 怎么不要它 我们双击一下 好 双击一下过后 我们把它删掉 删掉 那么你可以随便写一个别的标签也行 然后我们就把它删掉 回车 回车它还是有 我们换一个名字 让它不认识 比如说我们来一个ABC标签 好吧 好 我们回车看一下 把这个BR BR还没改掉 我把BR改成ABC 好 回车 大家看 你看这上面是不是就出现了 版权所有后面是不是紧挨的深圳举报中心了 对不对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它就没有这种换行效果了 它仍然把它当成一段文字 看到没有 一段文字 这一行写完 写完显示完了 干什么 然后换到下一行再显示 对不对 那么就达不到我们想看到什么 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一行应该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羽翼 下面一行也是个羽翼 但是这两行都代表一个段落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的什么BR标签 然后我们最后最快速的来看一下HR标签 HR标签实际是定义一个水平线 水平线 那么什么叫水平线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现象 你就会很清楚了 HR敲个table就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在 就在这个地方直接看就行了 我们马上就看到效果了 好 点击刷新 好 大家往下看 在我们最下面你看是不是多出了一条横线 看没有 那是不是有一种给我们感觉什么 就是增加了一个什么 一个水平线 然后让我们把每个段落什么的 是不是有一种人为的能显示分开了 对不对 但是HR我跟大家说 以后我们像这种加了一个一条横线的 以后我们不会用HR来做 我们会用CSS的装饰的方法去把它装饰出来 不相信的话大家可以看 比如你看还是用我们腾讯首页 我们点击查看网约代码 然后你看我们搜索一下Ctrl F 你看我们搜索一下HR 你看一回车 你看有没有零条记录 对不对 我们再看这个文章 有没有必要去用这个东西 一样的 你看Ctrl F 我们搜索一下HR回车 你看有没有 没有零条 对不对 所以说对于这个部分内容 我们希望大家 就是说对于P标签和BR标签 要知道它们的意义和使用场景 HR我们知道有一种什么 换行的加水平线的一种概念 但是以后工作中 我们可能会用到CSS的方式 去把这种样式装饰出来 好 我可以用到CSS的方式装饰出来 我可以用到CSS的方式装饰出来 我可以用到CSS的方式装饰出来